应该从三个方向来回答 第一个方向 当然就是在体力来讲 那么这一本文学史 它最原初的设计是 哈佛出版公司的编辑群的一个发想 那么他们所希望的形式 还有他们所希望涵盖的 这个所谓文学的范围 基本就是一个广义的 那么第二个方向 我想讲就是我们现在 所理解的文学的定义 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发明 怎么说呢 就是文学作为 也许你我都有经验 在学校里 上过的博文课 这个语言课 语文课等等的 所累积出来的 以文字为重心的 这样的一种文学审美 或者是劝善劝化 启蒙革命等等 这样一个路数的 这么一种发展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 所熟悉的一个样式 但是如果回到了 这个十九世纪 或是更早 在中国的 广义的文学传统里 那么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文学是什么呢 可能和我们今天 以学院定义为准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 文学学科呢 本身就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这个牵涉到 我们怎么定义 文学的文这个字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传统上 文是一个特别 丰富的词汇 以及观念 那么它最开始呢 指涉的是 自然界的 这个动物或植物 所留下来的 各种各样的痕迹 也可能是人为造作的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美术的样式 文这个字 如果我们回到 传统中国的定义 它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从文心雕龙的 就是中国传统文论 最重要的经典 那么所提到的 行文 声文 形体的行 声音的声 情文 感情的情 这个文这个词 本身所彰显的 式样以及格式 其实是很多种多类的 但是不可会言的 我们的重点呢 还是以文字 作为象征符号 所形成的一个 广大的这个书写 其次是言说的 一个传统 所以现在我讲的 第三个面向 就是您刚才提问的 这个最重点 就是说 在现在这一本 哈佛文学史里面呢 的确有一些文类 或者是有一些 这个艺术的表达呢 不见得是我们所熟知的 文学的定义 但是我想提起注意的是 如果翻过整个的 这个文学史的目录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 其实这些例子 所占有的比例 其实是相当小的 比就是相对于 我们所介绍的 以文字为准的 这样的一个 文学历史的陈述 那么我想 我的动机呢 除了是呼应 就是我们这套 新文学史 在发想 以及行购方面的 各种各样的突破之外呢 那么同时也对于 中国传统的 这个文的观念呢 再做一次回顾 那么同时呢 我所选择的 不论是歌曲 不论是电影 甚至有电视网络的 这些现象呢 它基本上也代表了 一个借由符号 不论是声音的符号 印象的符号 所展现出来的 一种叙事的能量 而这个叙事能量呢 仍然是我们所关心的 那个文学的一个根底 所以我想我也不是 信手连来 就随便找到一个 一个电影 电视 或是这个歌曲的文本 就把它当作是 文学史的一部分 我想这里面 多多少少 这些文本呢 和我们所 一般所熟悉的 文学的这个文类的定义 还是有所关联的 所以我想 我想这个是我希望 再强调的 那么 在编辑的过程里面 当然会遇到很多 取舍的这个挑战 所以这个地方 所产生的过语不及 还有读者的期待或失望 我想这个应该付诸公论 就是请这个读者 在阅读之后 尽量提出意见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真的是一个 有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专业的文学研究者 那么我也是一个文学老师 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呢 多少都思考过 会回答过这类的问题 我从最 最网易的层次上来讲 当然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各种样的 不同的 这个社会象征行动 不论是就文字的符号 或是各种样的肢体的 这样的一个律动 还有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 所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呢 它多少都必须 这个呈现出一个 有意义的一种连接 一种关系的诞生 在这个意义上呢 那么文学它是我心目中 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在这里 不论你所谓的亚俗之分 还有您所定义的这个大文学 还有这些目前的 这个网络上的浮光掠影 也许将来会流传 传下来 也许它的网络生命 也只有一两天等等的 这个可战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都是这个 广义的文学的律动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哑量 去理解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 丰富的 深厚的 这么样的一个脉络 然后我们再做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选择 那么最后顾虑到了一个 所谓的文学史的一个呈现 或者是这个教堂 教科书以及课堂上的呈现 那个已经是层层的机制筛选过了 那么也许这个机制的本身 我们也要考虑到 它牵涉了什么是文学的定义 还有文学如何呈现 所必须经过的政教的 不同的机构的协商 以及最后呈现的一个 所谓的客观环境的这个问题 那更不谈文学本身的技术性的问题 像是在20世纪初年的 这个突然这个商业印刷 或者是这个公共的报刊 还有图像杂志大为流传 那个时候我想那种风靡的程度 那种新奇的程度 还有味道知识的这种 负面的反应和批评 并不亚于今天 我们在面对网络文学的 不论是这个生动的 活泼的现象 或是古杂混乱的形象 我觉得都有某种 可以联想之处 倒不是相似 或者是可以一定类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文学的物质性 还有文学本身传播的 这个技术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网络现象 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的 这个关心者 你不得不去面对它 哪怕我自己 对于这个网络文学 知道的特别少 那么我的学生 如果要做这个话题 我也必须诚心诚意的 至少学一点 知道一点 以便对话 做一个相互对话的 一个可能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我总的回应你的问题 是我的态度是 是宽容的 是包容的 但不是缺乏判断力 就像我所讲的 一旦我们进入到 这样一个博扎的场域 我们观察之后 我们势必要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这个判断又联系到我们 自己本身对于文学是什么 还有更重要的 文学史是什么 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 所以它这是一个 在不断来回互动的过程 这个是永恒的话题 那么第一个我要回应的是 这个亚俗之分 当然是在清末以来 尤其是启蒙知识分子 不论是出于这个批判的角度 或者是出于启蒙的角度 希望统合和融合 这个亚俗两者之间的 各种各种可能性 那么达到一个新的文学维新的目的 所以这个似乎的确是近世以来的 就是这个亚俗之分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坐标 但是我要强调呢 这个所谓的亚俗的问题 高下的问题 这个其来有之 这个我想 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 那么这个世子率 以及这个所谓的 这个亚文学的普及率 那么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社会阶层 或是知识阶层 但是广义的文学 不论是这个各种样的 夏立巴人的这种 尹宋 林瑶 山歌等等 或者是表演性的文类 那么我想这个其来有字 但的确用现代的 这个文学史的这样一种 很学科化的专业化的划分 这个亚俗突然变成了一个 非常好像精卫分明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的标记 然后我们现在又企图 把这个亚俗融合到一起 所以这是我事前 需要再做一个说明的 但是我想程如您刚才所说的 这个亚俗的界线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时候 是有移动的空间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这个张爱玲 在1942年43年的上海出现的时候 张爱玲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是一个所谓学院里面的 现代主义的一个作家的 一个样板和经典 他一心意要写的是 鸳鸯蝴蝶派式的小说 甚至他所这个阅读的这个范畴 你也看得出来有很重的 这种这个传统的 不论是这个海上花烈传这种所谓的 古语式的这个 怎么讲 言情小说 或者是后来他提到的 其他的这些西方作品的对象 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一个一个 我要做一个严肃的 这个亚文学作家的决心 但是呢 也就在过去的几十年 这个张爱玲现象 变成了大家都可以谈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里我们看出来 这个问题本身的这样一个游移性 我再提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刘慈欣的现象 这个刘慈欣在这个 2000年以前 我想《明不见经》传 我在1990年代 说刘慈欣没听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科幻小说 谁会研究科幻小说呀 这不是一个次文类吗 等等等等 这个曾几何时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 现在你不在这个学院里 谈谈刘慈欣 或者是尤其在这个 这个西方世界 翻译的世界里 这个刘慈欣现在这个 红的程度超过鲁迅了 这个我不是在夸张 就每一个学生都觉得 我有话要说 所以这个你怎么去判断 刘慈欣的雅根思 刘慈欣他采取了一个 看起来是 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 儿童文学式的科幻文类 然后呢 他居然发展出一个 这么庞大的 一个关于世界人类 文明生死存亡的一个预言 这里面我相信刘慈欣 当初也没有要立志 做一个21世纪的 什么什么文学家的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至于当代的 这个话题特别有趣 我怕我讲不好 但是我很愿意分享 我个人的观察 这个不论是网路的文学 或是网路的视频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现象 的确让这个学院之内的 这个观察者 包括像我这种 半吊子 这个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回应 也没有那个时间会经历 去看这么多的资讯 那么我很坦白的告诉您 我甚至不用任何的 社交媒体 我不用任何的这种 社会通讯媒体 所以我所提到的资讯 都是我的学生 或者朋友 这个间接转告的 那么即使如此 也达到这个目的了 对不对 我就了解到 我们现在在一个 不论是在技术层面 在知识层面 在情感 甚至伦理层面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新的文学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 这些话题 当做是社会话题 当做是传媒话题 我想更倾向是 传播界的一个话题 但是从一个文学 研究者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文学话题 因为不论你在做 什么样的这个短视频 你不论在发表 什么样 哪怕多短的一个 一个微博 或者是微信的一个资讯 它牵涉到了 你想沟通 你想传达 你想叙述 一个很基本的动机 甚至是你想说故事 的一个动机 在这个层次上 这个我们需要文学 我觉得文学在这个意义上 我因为把它用一个 最广义的形容词 来涵盖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这个借用媒体 国号沟通的 一个社会性的象征活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再回到刚才的 雅俗之分 那么当然是有判断力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必须要有一套说法 对不对 来取信我的学生 或取信我自己 但是我会强调 这个判断这个说法 那么它应该是 跟我们所面临的现象 不断去磨合 有的时候擦撞 不见得那么顺当的 那么不断地相互印证 我觉得这个是做 现当代文学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训练 一个功夫 如果只是照着 这个学院式的 制式的教科书的 这样的一个 大叙事来说的话 那么当然它合乎了 我们对于这个 传统的这个 传道授业的 教学的目的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传统的文学史的说法 但是经过这次的 文学史的实验的过程 我所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您刚才 所提出的问题 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是让我们理解到 文学本身是 如此的丰富 丰富到 有些话题 有些现象 未必是我们 所愿意见到 或所能够理解的 但是我仍然 把这样的一个话题 把这个现象 纳入到 我的关怀的范畴里 这个是变成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 一个挑战 嗯 我先不谈这个二约维权 因为我觉得我甚至没有资格来谈 那么但我理解您这个问题的用心 就是这类苦难的这个本质性 就是我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先间接回答 然后再进入了正题 那么在这个二战之后 我想这个德国的这个新马克思学者 阿多诺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 就是奥斯维斯集中营之后 失不再成为可能 你写不尽的 你写出来的文学 你只能写出那个苦难本身的不可被叙事性 不能够被再重塑了 那么死的人指的是这个二战中死亡 在这个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 还有其他的异端的这些分子 他们没有办法再回来抗议 不来申诉或者来定义 什么是灾难 什么是苦难 而在这个时候呢 作为一个文学者 作为一个诗人 你所能够做的只是写出了 那个所谓的创作本身的一种无力感 但是我相信原来的这个用意 并不是说文学就没用了 恰恰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才变得更为有力 而这个他当然很多年之后提出来的 我们越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越需要珍惜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 象征媒介叫做文学这个东西 因为他毕竟能够至少点出了 那个灾难或苦难的难以想象的维度 不可再言说的那种绝望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张力 不是说到现在我们就全部都静默了 不再说任何事 而在这个说的过程里面 你意识到我所占的位置本身的局限 以及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这个体系 所激发出来的再一轮的辩证的 这样的一种张力 所以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这种辩证方式呢 让我们理解到文学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分为二的一个所谓的修辞术而已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是要反驳林亦涵的 他认为文学是不是就是巧言吝啬的 这样的一个书写工具呢 我的答案当然是不是 文学也可以这个壮怀激烈 文学也可以有各个其他不同的社会功能的 那么我可能会感叹林亦涵 困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同情的 再次同样的 这位已经不在人世的作者 我们没有权利再去跟他去追根究竟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问题是一个大灾问 这个回到你最原始那个大的话题 这个把林亚恩跟柏拉图连在一起 我觉得是个很大胆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 这个苏格拉底跟柏拉图 所问的一个亘古的话题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理想国最有名的 这个柏拉图要把世人赶出理想国 当然是千古以来 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含义了 那么尤其有这个所谓政治上的含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的确是 我们怎么问都不为过的话题 那么我在今天也不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美丽的标准的答案来回复 但是呢我却要说这个反复过来讲 当柏拉图或是当苏格拉底 在表示出他们的对文学的焦虑 对文学的一种抗拒 那么或者是要让文学不再置之于 我们理想的一个城邦之内的时候 反过来说不已经暗示了 更古以来大家对文学的一种 最最不安的一种焦虑 也可能正是承认了文学无远伏见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是如此的庞大 它不见得受限于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城邦的统治者的心智 这个当然讲到希腊城邦 在理性跟这个感情之间的 跟感性之间的这样一个纠结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亘古的话题 所以我会从一个立场来讲 文学恰恰在这个意义上 它不再能够仅仅局限于善和恶的 像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伦理学 甚至道德学的分野 那么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回答是 我希望他们觉得这个文学是好看 这个文学是我在这里不是刻意在讲什么俏皮话 我觉得是文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尤其我的专业是叙事学 我是专门做这个小说 还有延伸出各种各样的叙事的领域 这个长远以来 我自己在看文学史 我得到很多资讯跟知识 理论的框架等等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惑 就是一个文学史 有时候写到 有的时候因为教条挂帅 不得不忍 有的时候是因为某一种这个历史辟的这种使命感 巨细匿 这个让我们都觉得 我读一本文学史 跟我读一本这个南海渔业史 那个东北的这个这个森林史 有什么差别 毫无差别 煤矿史 对不对 这个中国的铁路 这个运输史 我觉得这一次我希望强调的是文学的一个编撰者 自觉的在问自己 我问我自己 每一位撰稿人你来问自己 文学是什么 我第一个我要说服我的读者 他觉得是怎么 文学是什么的事 我觉得归纳出来 我觉得他得好看 这是所谓的好看 是一个一个强烈的 而且立即的一个审美判断 那么这个 我不相信这个GK或任何杂志的读者 是那么那么就是完全天真的 无知的 他只关心服装 No 你对服装有审美能力 你对中产学级消费有所领悟的话 你对文学 你至少也应该是你的养成的一部分吧 但这些都不用再讲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好阅读 那么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对象是英语世界 那么专上程度的读者 他不见得对中国文学有任何的知识 但是他对中国和现代有很多的关心 尤其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联 我们有很多的关心 所以这个书当初设计或撰写的那个对象 是那么一群对象 也许换到您的这个语境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对象转换成 虽然是多半是中国人或是华语 阅读中文 那么也许他本来上到这个书里 就看最近的这一期的时装走向是怎么样的 但是突然看到了几个有趣的 有意思的这个文学史的故事 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个推荐 而成为他的未来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品味和趣味的 一个元素之一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期待了 我不觉得这个文学史 一定要从头读到我 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文学史的设计 也不是如此 你随便办到某天某月某一天 你就开始看那个故事 所以这个也基本也反射了 折射了 辐射了我个人对历史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些观点 当然是有他的一个对应的 一个历史的情境 我觉得历史应该是这么丰富 那么我觉得文学是 是进入历史的一个方法 好